弟弟 要不要跟姊姊玩拔猜拳呀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醋 一个又酷又多又可爱的拔猜拳 诶 今天没有灯 那屏幕前你有没有喜欢过多一点点呢 有的话可以把也喜欢打在公屁上 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你看看一看 阿姨 阿姨 回来 谁呢 咱们的姐姐不能喊阿姨 那是2019年的4月12号 那一年这个女孩才刚刚20岁出头 就像你视频里看到的那样 她的表情是真的慌乱了 没错 每个女孩子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叫阿姨的时候 她是不会理你的 并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听到 而是她们内心会在想 你在叫我 第二次被人叫阿姨 我印象很深 不过 我认了 看完菜出来 怀里还抱了一只 现杀的老母鸡 那天我穿得很丑 头也没洗 在公交车上 我一个没浮稳 撞到了前面的小男孩 我就记得她冷冷的对我说道 阿姨 你浮稳了 别激我 当时一瞬间 我的头 嗡了一下 一句话 不断地循环在我的脑海中 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 别骂了别骂了 再后来 我做了一名卖萌吃的阿部主 曾经的我也拥有过那般盛世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面对满屏的阿姨 我且依旧能保持 一脸笑嘻嘻 其实我知道 你们啊 只是想换一种方式来爱我而已 并不是他们只是想让你认清自己 我不管 不论你们是叫我阿姨 叫我老女人 还是什么大婶什么的 我都统一认为你们这就是喜欢我 你们要是不喜欢我 我才不会有这个闲功夫 发这些弹幕和这些评论了 有这有这时间 早就看其他美少女了 所以你们就是喜欢我 然后我再说一说 就是关于20多岁的女孩子这个年纪啊 真的蛮尴尬的 因为一方面呢 就有些结婚比较早的 可能这个年纪都有小孩了 所以被喊阿姨也挺正常的 但是像我这种心理年龄比较 比较小的人呢 我真的会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所以如果我被别人叫阿姨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是会愣住 然后下一秒钟一定会质问她 我哪里像阿姨了 我担心会有头比较铁的人问我 不喊女孩子阿姨那喊什么呀 喊什么啊 可以喊小姐姐或姐呀 就比如你遇到那种就是穿着很可爱 比较软妹阿比较威柔的那种小女生 你就在名字后面加个小姐姐 如果遇到那种比较有气场 比较A比较傻的那种女生 那你在名字后面加个姐 知道吧 你看像我今天穿着这个样子 知道在弹幕上应该怎么喊我了吧 我给你们个机会快 OK那今天这一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弟弟 要不要跟姐姐玩把猜拳呀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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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布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